那首先我們先來看iPad吧 這次呢其實換上了新造型的螢幕 我覺得對於創作者來說感受會更好 但是整體使用感受 我覺得是不會差別太大了 這次iPad Pro升級到了M2的處理器 新增了 但是上一代使用M1處理器的iPad Pro 性能也很強大 而且同樣是Apple Pencil的第二代 偏偏就是沒有 這一點我覺得又是 蘋果刀法精準的表現啦 歡迎收看 未來生活提案 我是資深科技者 兼資深Tim的萊夢 我是科技外貌協會的阿森 哇 2022年的iPad終於上市啦 那也感謝今天德宜 可以讓我們第一時間 想先體驗到新的iPad Pro跟iPad 謝謝德宜 感謝德宜 你其實有考慮要買 對啊 身邊蠻多朋友都有在用iPad 主要都是上課的時候拿來當筆記本 整起來就會比你手寫得更快更美觀 另外我覺得是 出去可能跟人家談一些事情 你可以直接放簡報 我覺得那size好帶 而且可以即時在上面做一些重點 其他像你剛剛講的 就是iPad的正經的用途 買的時候你會期待很高嗎 哇我可以拿來做筆記啊 繪圖啊做做影片啊 買了一個月之後 只剩下追劇的功能 而且老實說即使是做筆記的功能 追劇你其實也用不到 這麼強勁的效能 可是呢今天在我們手上的 是最新款的iPad Pro跟iPad 代表他們的效能規格是目前最強的 他們的售價也是目前的iPad裡面 最貴的 那你要花這筆錢 你需要一個正當的理由嗎 做筆記很正當 追劇也很棒 你買舊款就好啦 啊我就喜歡新的 如果大家預算都跟你一樣 這麼充裕的話 買新的很開心啊 可是我相信不少人也是希望可以 每一分錢都支回票價 那今天呢其實我們就針對iPad 目前最為人所知 可以提升生產力的幾個用途 來看看新款iPad升級的部分 是不是有為這些面向 帶來實質的幫助 同時呢今天我們會加碼推薦 不同用途之下 最熱門的Fiona機款有什麼特色 如果聽下去你覺得很吸引你 說不定新款iPad就是適合你購入的產品 嗨各位未提的粉絲們在節目開始之前 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跟大家說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記得先去按讚訂閱加分享喔 首先第一個呢就是大家最常提到的筆記功能 最常使用的當然就是 每天讀書10個小時以上的學霸們啦 因為現在很多的教材都是電子化 做一些筆記的話 iPad當然是比傳統筆記本更好用的選擇 真的啊我看我專業研究所的同學 讀一堆論文的時候都是iPad 首先我們先來看看iPad吧 那這次用了A14的晶片 也就是iPhone 13上面的全筆記 效能好 他用各式各樣的App都很順暢 使用體驗當然才會好 可是筆記對iPad的效能來說 其實考驗不是特別的大 重點當然還是手寫筆跟鍵盤啦 那這次的手寫筆啦 iPad同樣還是支援第一代的手寫筆啦 一樣會插在後面 而且情況又加劇啦各位 因為這次iPad換成了Type-C的接口 第一代的手寫筆 因為它是Lightning接口 剛才推出了新的轉接頭 你整個接完大概會這樣吧 這麼長 當然有另外的解法 有些轉接頭啊 它是轉接線 不想花錢買這個線 那你只能忍受就是筆整個度出來 那另外呢這次我覺得差別比較多 就是這次iPad推出了新的巧控鍵盤雙面夾 以前的鍵盤就是你展示東西的時候 我們看完不是會這樣子 對 後面啊 就會一直按到鍵盤 如果是分體式的設計 你就可以直接翻過來 這樣子 哇 你就可以很輕鬆地做展示 不會一直按到鍵盤了 另外再提一下 其實蘋果最近推出一個新的App 叫做無邊記 你可以無限的擴充你這張筆記的大小 而且無邊記呢支援各式各樣的檔案 甚至你要傳送地點的連結 遷入文件 遷入影片 錄音或是網頁 那它也可以更換你的筆的樣式啊 甚至拉出一些表格 同時呢 它支援多人一起編輯 算是一個終極的擺板軟體 那現在這個App在App Store上面 就找得到了喔 大家可以下載來試試看 其實以筆記功能來說 這一代的提升並不是那麼的明顯 旧款產品能夠提供類似的功能 螢幕使用的面板規格 其實也跟上一代的產品幾乎一樣的 如果你希望鍵盤買起來 筆買起來 而且講求生產力的人 如果你要買到256GB 整套買起來要37000多 哇 但是呢 你能夠透過這些工具的協助 賺更多的錢錢 那應該也不是問題吧 那大家不要覺得 我們這一段為什麼都一直提新的iPad 沒有提到iPad Pro 因為啊 筆記功能對於iPad Pro來說 真的有點大財小用 這次iPad Pro 它在效能上又有提升 同時它這次二代的手寫筆 多了一個新的功能 叫做Hover 懸浮功能 它的概念有點像是游標 像是你把它比 接近螢幕的時候 螢幕就會知道說 你的手寫筆正在指向哪一個位置 它可以提供一些長按的功能 預覽 讓你可以先一步的去做更多的操作 那可是呢 那全部功能真正的作用不是在筆記上面 我們稍後節目上會提到喔 那筆記方面呢 我們推薦兩款iPad給大家 第一款 就是名氣非常強的 Good Note 現在來到了第五代 那其實Good Note是一個付費軟體 但是因為它的介面非常簡潔 很好上手 各項功能也基本上都非常完整 另外呢 我覺得它有一個很好用的東西 就是它的文字辨識非常的強 你手寫一些筆記 進行文字辨識 它就能幫助你在文件當中 去更容易搜尋到你做的那個筆記 第二款的推薦大家的iPad Pro 就是Notability 我覺得更適合學生來做使用 面對了很多的科目 筆記進行分類的話 它的邏輯剛好就能夠幫助你去 分門別類的管理自己的筆記 同時它有一個功能很好用 就是錄音啦 如果是上課 會希望把老師現場講課的內容錄下來 同時做筆記的話 那Notability就是一個很好的工具 工商時間 誒 祝大家新年快樂 來到2023啦 大家熬夜跨年的精神都恢復了嗎 就讓三創各貴位的活動 來幫大家打打氣吧 集一起是2023年1月13號 一樓的得宜將舉辦 iPad即興i創作 完美短片傳新意教學活動 只要自備iPad就能免費報名喔 一起透過短片 向親朋好友們傳達賀年的新意吧 同時還能學習iPad的實用小技巧喔 另外呢 傳遞愛與夢想的歌之王子殿下 劇場版主題咖啡 即使起至2月2號 將在三創7樓的 MyAnime Cafe 與大家見面啦 全店將由作品主題裝飾 除了有豐富的主題餐點以及限定特點 更推出台灣粉絲專屬的期間限定活動 將帶給大家滿滿的喜樂以及祝福 而且享用主餐 還能獲得指定寫真卡 七位成員的採紅色氣甜點以及飲品 不論想收藏七位成員 或是你專心一役 只推某一位成員的話 都能輕鬆入手想要的特點喔 詳細資訊呢 就請看資訊欄的連結啦 那就這樣啦 掰掰 接下來呢 阿三你有朋友會用iPad來畫嗎 有 都是用Pro 才夠力 畫面夠大 那對 對於繪畫創作方面 我覺得比較重要就是 軸寫筆跟螢幕的表現 你螢幕如果有所提升的話 對於你創作的感受 對色彩畫面的判斷力 也會有所提升 那首先我們先來看iPad吧 這次呢 其實換上了新造型的螢幕 我覺得對於創作者來說 感受會更好 但是基本上它的螢幕的規格 跟三原來是差不多的 同樣它也跟三原來一樣 支援第一代的Apple Pencil 整體使用感受 我覺得是不會差別太大了 但還是有差吧 差別我覺得就是 這個螢幕的造型 真的會帶來更好的感受 當然我覺得現在來到繪畫 聚光燈已經慢慢的轉向iPad Pro上面了 首先就我們剛剛提到 這次iPad Pro的Apple Pencil 第二代支援了新的懸浮功能 其實在繪畫上面就有很多幫助 例如說你可以先預覽筆刷的樣式 顏色甚至你現在選擇的顏色 跟畫面上的顏色融合之後 它會成為什麼新的顏色 你都可以先做預覽 在相片的編輯軟體當中 例如說Pixelmator Pro 你可以預先瀏覽 濾鏡套上去之後 看片會成什麼樣的效果 所以在創作的軟體裡面 當然會更有作用 那當然iPad Pro 12.9 升的型號上面 是Mini LED的螢幕 是目前的螢幕表現中 最頂級的表現啦 真的很漂亮耶 就顏色的深色度跟細緻度 我覺得都是讚 給大家看一下 剛剛阿珊完成的作品 那當然這次iPad Pro 升級到了M2的主體器 新增了懸浮功能 但是上一代 使用M1主體器的iPad Pro 性能也很強大 而且同樣是Apple Phantom第二代 偏偏就是沒有懸浮功能 這一點我覺得又是 英國刀法精準的表現啦 那首先呢 繪圖的第一款軟體要推薦給大家 就是免費仔也試用的 AutoDeck Sketchbook 功能非常的豐富 所以它也非常著名 各式各樣的繪圖的功能 筆刷顏色選擇都有 同時呢它還內建了縮時錄影的功能 把你自己創作的過程錄起來 那第二款軟體就是Role Create 那Pro Create呢 支援了各式各樣的筆刷 塗層透視遮色片 應有盡有 而且它除了可以做2D 也可以做3D 甚至現在還可以支援做動畫 這個軟體 哇3D的 你如果設計一些產品的話 這個就可以讓你畫到超細緻 那當然它是需要付費的軟體啦 但是它有志 想成為像阿山一樣專業的圖文創作者的話 買了不會後悔啦 那再來就是照片的編曲軟體啦 第一個要推薦的就是 Adobe老字號一對吧 Lightroom跟Photoshop 那這兩套軟體大家在其他平台上面 已經使用的很習慣了 那在iPad上面也千萬不要錯過它們喔 那第二套呢就是剛剛有提到的Pixelmator Pro 各位啊你Adobe還沒有中毒那麼深 那這套軟體其實真的蠻推薦的 一套你就可以同時取代Photoshop跟Lightroom 那現在呢其實已經看到不少國內外的使用者 已經開始使用這個App來產出專業的作品 新的版本甚至還加入了影片編輯的功能 Pixelmator Pro呢其實有買斷或是訂閱兩種方式 可惜的是最近忽然漲價了 現在還是一個變動的期間 那如果要購買的話趕緊下場 另外一個讓Lightroom非常有興趣的使用功能 就是影片剪輯啦 欸Tim你會對在iPad上面做影片剪輯有興趣嗎 還算有那麼一點點 因為我發現我最近 好勉強喔 最近我的配線中 我有一點不想讓它再那麼配 古城的處理 好像要有一個專業的剪輯軟體會比較好處理 iPad很大的優勢就是螢幕大 上面的軟體也更專業而且效能也更好 而且你說這個有搭配鍵盤嗎 正式可以Lightroom連結花束 這感覺就是如果你想要出去到外面剪輯的話 你就不用搬那麼一大台電腦出來 其實iPad我覺得想求的是方便性的話 我覺得它還是比較適合搭配你有一台桌機 或是有一台比較強健的筆電一起做實用 像我們在外面如果想快速的整體素材 做一個粗簡 那我們透過比較直覺的拖拉的方式 我覺得是蠻方便的 而且現在啊 業界重量級的軟體已經登入iPad 我先不講 我等一下推薦的時候會跟大家說 也讓我對iPad剪輯方面的專業度 它能夠達成的事情有更多的期待 其實影音剪輯方面的話 我們看iPad 重點就是要看三個面向 首先就是效能 不然4K的素材你要怎麼解得動 對啊 不想剪了 另外就是螢幕的表現 再來就是喇叭 雖然如果你真的認真剪輯 你可能戴耳機會聽得更清楚 但是你通常也是需要放出來去感受一下 影片真實的效果如何 更好啦 把它就可以帶給你更好的判斷力 我們還是一樣一台一台來看 iPad的話 影音剪輯的話 老實說太吃重的素材 我覺得還是比較有困難 它多少還是會累 但是首先它換上了新的螢幕 它的造型基本上跟iPad Air是一樣的 但是呢 iPad Air是使用M1的處理器 效能上會好更多 那這次當然效能也不差 是A14的處理器 如果你習慣在手機上面編輯一些影片 那樣的效能是可以接受的 那iPad就可以給你更大的螢幕 更精準的操作的空間 同時它喇叭也從上下兩邊 變成了左右兩側啦 它放出來的聲音也會是左右聲道 如果你用出一些輕量的影片剪輯 的確是比上一代更好的 那再來當然是重頭戲iPad Pro 這次iPad Pro 首先效能方面換上了M2的處理器 它的強勁應該不用多說了吧 甚至有不少人實測 4K的影片剪輯素材 它基本上都是流暢 沒有壓力的去處理的 而且輸出也是個大關卡 它這次輸出的效率也會變得更好 有時候我們Team等輸出那邊等到 下班就變得要加班 那這些M2官方提供的數據 就是在CPU的表現上 提升了將近10到15% 一個處理效能 圖形方面的處理 提升了30%到40%的效能 所以如果你做的特效比較多 可以圖身比較多了 有更豐富的呈現的話 那這次M2版本的iPad Pro 會處理得更好 另外我覺得特別值得注意 就是這次的iPad Pro 支援拍攝ProRes影片格式 在同樣的畫質表現下 它跑得比較順 檔案也比較小 它又能夠保留非常好的 細節跟畫質跟後製空間 集合到10萬元以上的相機 可能才會支援ProRes的格式 比較微妙的是 在官方的相機或是設定裡面 你是找不到開啟ProRes的選項 你需要使用像是Film Maker Pro 這類的第三方軟體 才能夠順利的開設ProRes的格式 但是呢 如果像我們臨時去補一些畫面 其實我們還是可以獲得一些 蠻可用的素材的 那其實當然呢 這次除了效能上的提升 老實說 其他的面向跟上一代iPad Pro差別不是很大 但是如果你是重視效能 每一分每一秒 對你來說都非常重要的話 當然M2版本的iPad Pro 會是更好的選擇囉 影片者已經方便了啦 我這邊推兩個方向去做App的推薦 首先就是專業的使用者 可以使用的App啦 第一個就是目前最出名的LumaFusion 那LumaFusion就是 以專業跟功能的豐富性駐成 那它當然是需要付費的軟體啦 不少國內外的YouTuber 甚至會直接使用LumaFusion 來完成他們YouTube的影片喔 算是最近不久之前 在大家最推薦的專業軟體 但是情況有轉變啦 也就是我第二個要推薦的軟體 就是 Da Vinci Resolve 非常多人 甚至因為這個軟體 直接從Final Cup 或是從Premier跳槽 進來呢 大家當然就不只追求 畫面要清楚漂亮 對 同時你的畫面要有風格 色彩要獨特 那Da Vinci Resolve 就是有非常強勁的調色功能 算是業界最著稱的 近年來它的剪輯 各項Plug-in的資源 也漸漸的豐富起來 而且重點是 它有免退版本 對於新手來說是非常友善的 現在在iPad上面也有啦 再來就是推薦 一般大家都可以使用 可以快速套餐特效 很方便的軟體啦 第一個就是InShark InShark 我自己也有用 它就是能夠完成 比較高階剪輯軟體 才可以提供的一些圖層啊 或是轉場特效 幫你調色 或是加上一些配樂 它可以免費的使用 但是如果你付費的話 可以獲得更多的功能 阿三你有付費嗎 有 竟然有耶 OK 另外一個呢就是我們同事推薦的 CAPCAD 它有什麼專長啊 然後特效 然後一些設計的邊框 那第三項呢 我這邊要額外提一個就是 Quick 如果你是GoPro的愛用者的話 那其實這是GoPro自己推出的一個軟體 它可以很方便快速幫你 處理GoPro拍攝的影像 它的界面蠻簡潔好用的 而且基本的功能其實也都有 你不是只用GoPro拍攝的話 把它當成單純的剪輯軟體的話 也是蠻推薦的 因為它就是裡面已經有很多模板 特效、專長、什麼音樂 都已經幫你搭好了 你只要把素材丟進去 它會製造形成一個影片 然後就是各種風格你可以去選 超級懶人包 好啦講了那麼多 前面都說好像跟上一代都差不多 大家到底是該升級新的一代還是不要 其實大致的使用上 我覺得跟前幾代的產品都不會差太多 當然有一些關鍵的提升點 如果大家在意的話 我覺得升級也不是一個不能的選擇 首先就是iPad啦 那這一代的iPad呢 建議大家可以把它當成效能 比較不好一點點的iPad Air去看看 好像有點負面對不對 其實就是說 這次的iPad已經全面的更新 變成現代化造型設計跟規格 像是iPad Air上面的鍵盤 其實這代也可以用 這代同時又虧出了新的 巧控鍵盤、雙面夾 像是喇叭 現在也變成側面的 它當然就能帶來更現代化的使用感受 那另外這一次的iPad上面的視訊鏡頭 也跑到了長邊上面喔 如果你要開視訊的電話 你要拍照的話 當你橫向過來使用的時候 它也不會變得你的眼睛一直需要看到旁邊 如果是筆記的話 iPad完全可以 如果是針對影像主義的話 比較盡量化的剪輯 我覺得它還是能夠勝任的 那其他方面呢 其實就跟iPad Air 真的沒什麼兩樣 但是它完整的功能性 跟相對再便宜一點點的價格 然後你也受不了舊的設計的話 那新的iPad其實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那再來就是iPad Pro 最明顯的聲音就是 M1晶片變成M2晶片了 老實說如果你只是筆記需求的話 真的沒有必要買到iPad Pro的款式 但是如果你有影像創作 圖片編輯 需要更專業的螢幕 更好的喇叭效能的話 那iPad Pro其實是比較好的選擇 那更上一代比較起來 效能之外其實多的就是 速控比的Harvard的功能 在規格上其實這次的iPad Pro 支援了WiFi 6的連線的協定 如果你希望你的iPad Pro 在未來還是可以保有 最快速的連線的能力的話 那這一代也是相對保持的選擇 其實跟上一代的差別 也就是這樣子 可是當然對於有專業使用需求的人來說 時間就是金錢 更好的效能更好的效率 能夠帶來的效益 也是只有自己才能夠去判斷了 這樣子體驗下來 iPad Pro 如果是對創作者來說 我覺得提供了蠻靈活的一個運用 因為有時候創作者就是追求一個 馬上靈感要記下來 然後它的攜帶性又非常的方便 然後如果你今天出門在外 透過這一台iPad Pro去做創作的話 它會是一個很好的工具 如果是iPad的話 可能對筆記族群有在進修的人來說 也是一個很好的輔助工具 那今天的節目其實也差不多就到這邊了 針對今天提到的一些新的功能新的改進 大家是有感覺的 而且你的時間寶貴 你的專業能力很強 升級到新的款式 或是購買最新的款式 就當作是一種投資吧 沒錯 那如果你沒有以上的需求的話 舊款的iPad也是非常好用 提供功能基本上七八成相似囉 好啦 那今天呢 節目就到這邊啦 如果大家在iPad的使用上面 有什麼特別的用處 然後我們沒有提到的 或是有任何的問題 歡迎留言讓我們知道喔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喔 我們下午再見